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首先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明天会是我们在24节气当中的小雪 小雪呢在中国北方代表着 气温要逐渐的降到0度C以下 因为开始出现飘雨或是 飘雪或是下雪的情况 那到了白天之后呢 随着太阳出来整个降雪 就会逐渐的融化 而对我们台湾来说呢 过小雪 虽然不会有下雪的情况 不过气温也是逐渐的在下滑 所以时间要接近到12月了 要准备入冬 因此要提醒大家 要开始有换季的准备了 再来关心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几点的天气重点提醒 明天清晨呢 西半部仍然会有一些雾霾 影响能见度的机会 而白天呢 环境是偏东到东南风 感受上呢 气温感受上会比较偏热一些 而下午开始呢 环温云气会逐渐的移入 在西半部地区也会开始 云量开始明显增多了 晚上也会开始有些短暂雨的机会 再来我们看到卫星云图 在这两天 今天到明天 仍然是水气比较少一些 那环境是比较偏向东风到东南风的 而到明天开始呢 随着北边呢 有一道封面系统会从北边掠过 虽然封面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会带动 在黄南地区 以及我们的南海海面上 比较潮湿的水气 会明显的东移到台湾的上空 不只是我们的北部东半部的 银封面地区 西半部呢 也会开始有些短暂震雨的发生 因此我们放大来看台湾上空的降雨 明天呢 仍然是以我们东半部的 银封面降雨为主 西半部白天还是维持多云 到晴得好天气 白天高温是比较闷热 但是到了晚间之后呢 随着封面系统逐渐在北边掠过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有一波一波的 华南云系逐渐的东移过来 影响到台湾 因此不只是银封面地区 我们中部中南部地区 都会开始有一些短暂震雨的状况 天气形态呢 相较于上周会有明显的转变 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而在从未来几天的降雨模拟 我们看到明天相对的 比较稳定一些西半部 大多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 东半部有一些绝部短暂震雨 但是晚间开始云量增多 开始有下雨的情况发生 一直累积到礼拜三 开始到礼拜五呢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北部东半部地区的 降雨状况会非常的明显 尤其是我们配合东北气候增强的 银封面地区的 北海岸到东北角 仍然是会有最多的降雨累积 但是跟其他比较不一样的是呢 西半部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不只是我们的 北部东半部银封面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从桃园 新竹以南 一直到我们的高平地区 也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 所以提醒大家在未来几天的 出门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雨具带在身上了 再从气温上面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北部的 高温明天回升会非常的明显 可以来到局部地区 有接近到30度的机会 但是很快的到礼拜三 黄南云溪 以及东北接风的影响之下呢 全天的天气都会变得 比较湿凉一些 高温在23度 低温则是在20到21度 而在东部地区 也是在明天仍然是 维持比较暖热的情况 但是在周三之后 黄南云溪 东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高温也很明显的 降到25到26度 低温在22度左右 在南部地区 虽然受到黄南云气 也是有一些影响 不过影响幅度并不是要很大 高温略降到27度 低温维持在23度左右 而在东部地区 高温呢 在明天有比较明显的回升 可以来到28度 但周三到周五 一样是比较偏凉一些 高温24到25度 低温在21到22度 整体全台的气温趋势到了 周末水气逐減减少会有回升的一个情形 最后再来重点提醒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由于环境还是比较偏向东风的环境 在东南部的迎风变地区 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西方部地区仍然维持 多云道景的好天气 但是要注意空气敏值相对的比较差 因为落在背风侧 环境的风速比较弱一些 扩散条件也比较差 这样子 扩散比较差的情形 可以一直维持到明天的白天 明天白天会 环境会转为东南风的环境 因此我们看到迎风变地区 也往东南部的地区转 所以在花莲台东 以及我们的蓝宇绿岛 可能也会有一些短暂震雨发生 而在西半部 北部到西半部地区 白天的天气形状况还是比较好一些 但是要提醒大家 下午开始云亮 会开始增多 晚上会开始有下雨的状况了 因此也提醒大家 在晚上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 出门的时候 也要记得把伞带在身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